大家好 今天讀書沒有格子 繼續和鍾建華 你好 一齊討論彭定康 今天講彭定康 其實彭定康就涉及到香港史 因為他這次出了一本新書 這本新書叫《香港日記》 這本書香港所有大的書店都沒有上架 連成品都不賣 所以無可奈何 所以我們今天 其實在香港還可以買到的 Amazon還有很多方法可以買到的 據說有一些樓上書屋有入貨 不過入了不是很多 很快就買了 日本書的書架也挺貴的 如果英鎊的話 30磅 30磅也挺貴的 連運費都不便宜 還有暫時只有硬皮精裝 所以我所知很多二手書店 或者網上的二手書店 就不敢入太多 又怕 你知道現在香港的經營者 又怕人家被警察這樣當 又說你危害國家安全 要下架的話 血管無歸的 所以我所知道 有些我熟悉的二手書店 就不敢入很多 但是很快就買完了 接著三中箱那些 當然是不幫你買 最慘的是 連成品都說不買 現在有人追究 要成品解釋一下 成品是台灣的資本 你都不買 另外 當然你說得很對 可以在網上 有電子版 可以在Amazon訂實體書 可以去audible com 那裡訂一個 就是 閱讀的書 這個audible com 也挺有看頭 因為是彭利康自己讀的 大家喜歡聽他的聲音 也可以聽聽聽 而且他的英文 說得很容易聽到 也挺好的 據說 現在有些 剛剛到尾聲 有個別的二樓書店 或小型出版社 在參展的時候 也放了一些 在賣 沒有被人干涉 大家可以想像 一會就買完了 在英國這邊 也是一樣 英國這邊 曹總也買到了 但是初期幾天 要去一些指定書店 才能拿到的 特別當時有些 簽名本 我相信這本書 遲些 如果在香港 可以多些人買到 也相當多人關注 因為始終 正如你所說 彭定康就是 香港史的一部分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現在他現身說法 大家可以看看他有什麼說 我自己很慶幸 我手上這本是信用 copy 我也是 是的 還寫了我的名字 所以 to govern 這本書我自己覺得是做研究者 或者一般人想了解八、九十年代香港 也是一個頗有用的第一手材料 我首先講一下本書的一些背景 其實他一開始就說他在英國 就是第一章開始 就說他在英國遇到選舉的挫折 然後就是由他的好朋友 他的黨友馬卓安安排下來到香港 其實是用日記形式 是這樣寫下來的 所以你說如果看完整本書 就很困難 因為有一些是比較沉悶 無關重要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涉及到一些大時代 譬如說一開始就講到 由玫瑰園計劃 他一上任的時期 玫瑰園計劃 與中方的一些談判 八九六四後 英國如何與北京有一些恢復交往 這些都是重要的內容 當然更重要的就是 涉及到後來所謂的民主改革 以及立法會 是不是能夠有直通車 這些都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得到第一手資料 由彭定安說出來 而我看這本書 有一個背景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 他仍然是保持英國人寫中國和香港的歷史學 其實經常都是用廣東的拼音 其實以前比如說我老師那輩 呂元聰教授出的書 叫清朝 都是清的 C H I N G 近年都改用Q I N G 清 都改用普通話 所以比如說他一開始有地圖 英文書通常一開始有些地理 有些背景 他也是 深圳河 他不是深圳的 他是深圳河的 是用廣東話語的 北京也是用北京的 不是用北京的 這個是 是挺有意義的 其實這樣 就是見證到英式的 寫中國學研究的一些方法 反而近年美國那些 比如說哈佛大學他們寫的那些 全部改成普通話的拼音 所以這個背景 不過我想這個可以理解的 因為 他做總督了幾年 香港的官方的文件 都是用廣東話的拼音來 拼英語的地名 人名 除非你說官方那些沒得說 北京的官方人 不讀小平 所以他用的都是很正常的 而且 我相信他日記到原文 都是用這些拼音的 剛才你說得很對 本書的兩個大背景 就是第一 就是 八九六四之後 當時的 在任總督衛逆遜 為了要挽回人心 因為當時即時有些很嚴重的移民潮 大家記得我都說過了 那些人衝到新加坡 駐港辦事處 他連桌子都摁了 搶表 很誇張 那時候 有大量的人要移民走 所以當時 衛逆遜為了穩定民心 搞了一個 媒體園計劃 十大建設 以及即時又說增加大專學 壓力到18% 這個就是在彭定康來香港之前 已經有一個背景 不過有很多問題的細節 還要跟中康相討 所以他來到就要談些事情 第二個大背景就是他 九二年他作為保守黨的黨主席 他當時在巴福的選區 他輸了 輸了之後 當時他的老友 他的老友馬卓安 實際上就是在九二年 就是當之前 保守黨內部內控 終於抓了戴卓爾下台 然後馬卓安接任了黨魁 他一直做首相 情況和現在也相似 馬卓安能夠成為黨魁 就得到彭定康很大的幫助 所以他這個背景也很重要 當時彭定康保守黨的性望 在九二年大選繼續贏出 馬卓安繼續做首相 但是他自己的選區 自己的席位又輸了 輸了之後 馬卓安就想辦法安置他 所以就問他想做什麼 最初原來 以前也沒有聽別人提過 我們沒有留意 原來說想給他財相去做 但是後來想想想 還有其他選擇 其中一個就是 要換了維奕順 不如想想香港總督這個位 彭定康作為一位重量級的政治人物 以及過往都是沒有這個才來的 過往什麼總督 要不就是職業外交官 要不就是行政官僚 職業官僚 那麼他作為一個政客 做總督真的沒有先例 但是他一聽到這個項目 就根據他自己的說法 在本書上這樣說 他立刻就想這個是最有吸引力的方案 對他來說 很快差不多可以說 在選舉結果之後 一個禮拜左右 就已經決定了會來香港 也挺有趣的 那些花邊故事 他來到之後自然有兩個前提 第一就是回國人計劃的問題 第二就是他來到香港之後 要面對後過渡期 如何跟中方過招 相關的人事安排 政制過渡 以及政制發展 這本書主要的內容 就在五年裡面的日記 直播你覺得很適合 雖然有看見穿插 也挺悶的 還有也很厚的 有時候是五百頁 所以就要懂得來看 但是你從中 你就會聯想很多當時發生的事 還有他寫上來也有很多 很有趣的地方 講一下自己的狗 講一下他要打網球 講一下粉紅別墅 又取笑一下他的政治對手 整本書有很多位都挺有 雖然悶得 有很多位都是比較平淡的 但是實際上有趣的地方相當多 我覺得 我自己看這本書準備今次導讀的時候 我順便也是看了另外兩本書 這一本上次跟你提過 The Last Government 就是彭定康離開港督府之後 據這本書的作者所說 七天承書扶印 當然寫了很久 寫了很久 其實我覺得是有些地方可以互相對應的 譬如說 彭定康 剛剛講到取代惠逆順利 這對彭定康來說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他個人來說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 來到香港就是成為末代總督 如果他在英國成為其中一個官員 只不過是歷史長河裡面的無數官員裡面其中的任 但是他來到香港就可以做到一個大時代 一個見證人 所以到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 其實就是跟這個職位有關 而他取代惠逆順很重要 因為韋逆順本身就是中國通 對於中國交手的經驗很豐富 正正是因為這樣 他就是往往跟中國的談判裡面 或者交往裡面 很多時候就是比較主動地站在中國的角度去想問題 是啊 但是彭定康就不會 他是傳統的政客 以前是殖民地部的官員 或者外交部的官員 去擔任這些職位 但是他由一個傳統的官員 變成一個現代的政客 一來到就非常親民 去街上吃蛋撻 喝涼茶 鴨小鄰 這些是以往的總督 不要說總督 以往的殖民地部派來的官員 財政司也好 報政司也好 他們都不會這麼做 所以這是很相談 比較少 也少 那麼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覺得有幾個材料是很重要的 比如說這本書第53頁裡面 提到戴卓爾夫人來北京的時候談判 有一個其實觀點我們 其實很少留意到 我們之前說余英時教授的時候 我們也說過其實為什麼余英時說 英國這麼蠢要跟他們談判 不談判 模糊了就算了 但是從這本書 或者彭定康的日記去看 英國人那種過分執著強調法治精神 是英國的民族性 這本書第53頁裡面提到 戴卓爾夫人 他說 他覺得一定要跟北京談 因為他相信 他們接人說 他們要承認認認 шир Taste 一定要承認認 應該是在國際法 因為香港島 就是維多利亞城 和九龍半島 其實都是各樣 擱陽 所以站在亞洲地方 是 infinitely無問題 很多他都不能提내香港 但是北京 新界託子專條就是將界限界以北的地方租借99年 所以站在英方的角度在1979年 是必要跟他談判的 因為你已經發展了新界的部分地方 沙田、屯門已經發展了 如果你不去跟他談 到合約到期的時候如何處理呢? 所以英方是真的過分執著法治精神 而使中方有機會成99年換屆的情況 收回整個香港 包括九龍半島和多利亞城 其實最早是這麼說的 戴翠夫人在1979年成為首相 其實在他成為首相之前 當時香港的總督 馬里浩作士 已經發覺他是要去處理97問題 為什麼? 白里浩是一個職業外交官 他在做總督的時候 推出了很多很激進的改革政策 包括醫療改革、教育改革 其中一個就是新鎮印發展 又在六七暴動之後 英國對於長遠管治香港 都變得很有信心 以前就不敢擔保 現在覺得原來我做得對的事 市民會支持我的 阻止我也不怕 所以就開始有信心 所以他在七十年代初的時候 差不多完全沒有考慮 完全沒有理會97這個界線 就去發展新界 沙田、粉嶺、屯門 這些都是一些由雜鎮而轉變過來的新市鎮 再遠一點的天水圍 天水圍雖然當時還沒有發展 但是已經收了地了 但是當時華麗浩在79年已經發覺有問題 當時戴著衣都還沒有做手上 他發覺有一個問題 隨著新市政發展 一般的模式都是公屋先導 然後就開始有些私人土地 開始發展私樓 這個社區是會均衡的 但是發覺私人土地要批出 就遇到一個問題了 七十年代後期批出的土地 就是特別是新界土地 根據法律 英國最多批評到97年 你可以想像97年哪裡找人來買 所以最早察覺這個問題就是麥理浩 麥理浩就將這個問題向聯邦及外交事務部轉達 就說他想要去建立鄧小平的意思 當時也使戴卓爾想起這個問題 所以戴卓爾也一樣 剛才你所說的很對 覺得那條條約是有效的 你記得戴卓爾在80年代初 去北京建立小平之前 在上飛機之前 在倫敦開了記者會 還強調三條條約有效的 然後才上飛機 接著飛來香港 再在香港飛去北京 所以你講得很對 就是說其實丁國人 在法治觀念上是看得很緊的 也覺得這是一個應該要根據法律條文做事 所以才會有後期的談判 這個情況到了89、64之後 衛逆遜為了安撫民心 英國當然也覺得需要找個人去處理香港比較複雜的局面 終於就因緣際會 這麼巧合彭定康又在巴克上輸了 結果就被彭定康當了總督 如果兩本書 剛才你講的另一本 就是一個很資深的新聞工作者 丁國畢寫的 他的書真的很快 他在1997年8月左右 已經出來了 我當時也買了 不過我沒有帶到英國 如果你說比較的話 那本書更好看 這是個人意見 我覺得那本書更好看 現在根本書有中易管的 台灣有中易管的 那本書更好看 為什麼呢? 阿丁國畢在那五年裡面跟著彭定康 他有很多次去到港督府作客 跟彭定康做了很多次深入的討論、討談 所以他存了很多資料 有親自觀察 甚至有些場合他在場 有些會見外賓 會見商界代表 或者彭定康回英國術職 他試過跟著他回英國看 所以他有很多現場的觀察 還有第三者觀察 寫了在剛才你那本 《Last Governor》那本書 李三哲的那本是一個新版本 我還沒看過 不過舊版本我也看過 我覺得如果比較的話 第一 這本書真的可以跟彭定康這本 《香港日記》對照來讀的 第二 我就覺得 《丁國畢》那本書 可能更好看也不頂 已經二十多年前了 因為這兩個書其實很多是可以互相對應的 因為彭定康日記是從他第一身角度寫的 最後的總督那本書 《Last Governor》那本就是從第三者的角度看香港 其實他們有一個觀點 我看到兩本書是相通可以補充的 其實就是由沈旭輝教授看到出來 寫了出來先 也是引起我注意了 他提到在90年代彭定康來到的時候 除了玫瑰園計劃要處理 他最大爭議性的就是推動立法會改革 就是新九組改革 因為根據《香港日記》這本書 他也發現了 原來是不可能在香港推行直選的 因為各方面的協議下 《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下 他不能夠無緣無故在香港推行直選 他一來到是想推行直選的 但是做不到 所以他就覺得既然推行不到直選 不如在立法會的選舉裡面 推行一個類似直選的情況 就是新九組 在九個功能組別裡面 擴大以前銀行界 就是少數銀行的高層 或者工會才能夠投票 他說不是銀行界很多 凡是從事銀行業的人都可以投票 就擴大很多倍 這個是情況 但是因為這兩個書裡面都提到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就叫做柯達利 是 那麼現在沈玉輝又將他描繪為一個負面的人物 一個非常之 就是歷史書裡面有一些正派有一些反派的 柯達利就形容了一個反派的人物 就是拖後腿 就讓香港的民主改革 或者中英談判 都是長期處於下風的一個原罪 其實我自己的補充 我自己的看法 因為譬如說韋奕遜著視為例 他的言論 即使到了現在在英國 他的言論都是傾向保守的 就是不應該跟北京有一個直接的對抗 香港人不應該有這麼大的抗爭 他也是有這樣的立場 因為在那一脫的外交官的思維下 就是蘇聯冷戰下的一種形勢 在他們的立場 他們永遠認為蘇聯是第一大敵的 包括拜登也是這樣的 他們認為蘇聯是第一大敵 所以如果可以聯中抗蘇的話 是一個最合理的選擇 無論是基辛格也好 或者剛才說到韋奕遜也好 他們也是有這一脫人的籠罩的冷戰思維在裡面 所以認為中國的崛起 或者跟中國的合作 未必是最理想的 但是在那個時代 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所以譬如說八九六四後 就是韋奕遜也要主動去北京 尋求恢復關係 這也是反映到英國人那一班外交官思維那種 他們叫做現實主義思想 其實是很濃烈的 相反 彭定康因為他是政客出身 政客 他不是考慮現實主義的 他是考慮選民是否支持 是否能夠引起社會的關注 以及可能後世對他的評價 所以彭定康一來就大刀斧斧了 所以我在日記裡面 看到彭定康來的時候 雄心壯志是要創一番事業的 是要搞到翻天覆地的 所以他無論是個人的一種心態 還是個人的背景 導致90年代要推行民主改革 要被中方的人指為千古罪人 不惜一切 就要推行 這個很有趣 是 其實你剛才說到韓特 就是阿尼達 其實阿尼達那派就是在 70年代冷戰之後 在英國的外交戰略上訓練出來的那群外交官 那群外交官 他們第一就是敵視蘇聯 這是第一點 第二在整個冷戰過程 隨著中國重新加入聯合國 他們從訓練開始都是以怎樣利用中國和中國的改善關係 從而制衡蘇聯的角度發展起來的 所以這群中國通長時間在70年代至90年代 都是很主導著英國的外交策略和外交部都是被這群人猛斷的 所以就不單止阿尼達 還有就是外相賀惠 是吧 或者當時韓達德 就是他也都是 再前一步外相 阿尼達曾經做過駐華大使 當時的前保守黨的一些領導人物 譬如希斯這些 或者說工黨的領袖加拉罕那些 其實這些人物都在彭定康這本新書出現過的 彭定康因為他創了事業 還有他的思維方式和這群親中的 所謂中國通的外交官都很不同 但是這群中國通外交官 因為早期是參與了香港的前途談判 《綜藝聯合聲明》都是他們的份的 所以他們對彭定康那些做法是很不同意的 所以就會批評彭定康 彭定康當然也不會和他們別人客氣 所以他在任的時候已經比較隱悔的 他經常都和這群人對嘴的了 到了他離開香港之後他寫了幾本書 《東西方》《北魁日的布密》那些書 他周時都拿這群人出來開玩笑的 很多時候都拿這群人出來開玩笑的 這本書也一樣 這本書也看到了 這群人的名字也很多次在這本書裡面出現 還有盡量批評他們那種口才那種幽默感 對他們極盡嘩苦才能視 講到這群中國通有恐懷症 經常都是聯同香港的商界向中國叩頭 以為賺得多一些 以為就一下他賺得多一些 實際上不是這樣 他講了很多次這類的東西 另外他也講到原來他在 做彭永康做總督那幾年 他背後的其中一個最主要支持者 自然就是馬卓安 馬卓安對於他在香港所做的事 基本上是全力支持的 原來另一個對他也很支持的人 我們真的猜不到 原來就是戴卓爾夫人 戴卓爾夫人是被拉下馬的 當年在馬卓安上委做總督 做首相的時候 戴卓爾夫人知道被拉下馬是和肥鵬有關的 但是戴卓爾夫人不計前嫌 他和肥鵬原來也有解談的 他也講過多次 原來其中一個最支持彭定康在香港搞政改 抗衡中方的人就是戴卓爾夫人 不過當然有一點不同 他也講到戴卓爾夫人在抗衡中方之餘 他經常都有一個想法 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發展 富裕 始終他會發創立品 會變得文明 這一點也成為了 彭定康在這本書裡面其中一個說了幾次的要點 他就要說戴卓爾夫人英明一世 但是這個估計是錯誤 因為現在看到 怎麼會破壞香港的 大致上也有這個 在這些位置我覺得也頗有趣 而且也有一些我們過往不是太過留意到的一些歷史細節 在這份香港日記裡面是看得回的 正如你所說 是真的可以跟丁寶貝那本 活代港督那本書 對照這麼去看 說起戴卓爾夫人剛才彭定康裡面的記載都說 認為中國會慢慢隨著經濟的發展可能會走向文明 其實這種觀點在80年代 在美國開始大行其道 這就是所謂芝加哥學派 費利文他們的脫人 所強調的就是隨著經濟自由化 最終會達至政治自由化 所以影響到過去數十年在歐洲 歐美政商界對中國的看法 認為你只要跟他做多一些生意 他經濟發達了 發達的時期中產階級崛起 中產階級崛起 他們有政治訴求 然後就會爭取多一些政治權利 然後中國慢慢就會走向一個 至少不是民主 都會是一個叫開明的專政政府 所以其實戴卓爾夫人的觀點 是不能夠超越了時代 他始終受到80年代 尤其是他80年代推行凱耶克經濟學 也是和那一派的思想相當接近 以及費利文他們的思想很接近 剛剛提到彭定康有份拘捕戴卓爾夫人落馬 因為戴卓爾夫人在那個時候 推動人頭稅這個問題 引起英國很大的反對 所以彭定康是幾個發起聯署人賭國的一個重要人物 但是後來也能夠兵釋前嫌 這個也看到 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 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講起戴卓爾夫人 我手上有另一個書 準備資料的時候也拿出來了 The Gate to China Hong Kong 這個書是一個新書 是2021年出版的新書 這個作者是一個資深記者 他也是尋找了當年 基本上他可以找出來 有份隨行去北京人民大會堂談判的一些外交官和翻譯人員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戴卓爾夫人很強調 他在國會裡面強調說 因為他談判失利 他本來就在阿根廷福克蘭群島以氣風範 誰知道去到天安門又出了一架 所以他到了倫敦 跟倫敦的人交代的時候也強調 說鄧小平說到如果不談判不成功 隨時就是用解放軍收回香港 但是這個書的作者訪問了所有的隨行人員和翻譯人員 他說沒有聽到鄧小平和中方官員這麼說 相信是戴卓爾後來揣改回來 因為是面目無光 所以回到國會的時候就是加強了語氣 令到別人相信是沒有辦法中的選擇 但是當然這個還要相信等日後的相關檔案解封 我們才肯定 但是這個作者的口述訪問說得出這個結論 翻譯人員說沒有聽說過 可能會不會是戴卓爾自己想出來 或者其他原因 這些有待口證 但是 北京對中國的強硬 對香港的強硬 到彭定康這裡一直碰了板 因為以前一直很強硬 每次都退讓 譬如說80年代居英權 我最近看了很多英國的解密文件 英方最初在1984年的時候想了很多方案 譬如說在北愛爾蘭重建香港 在蘇格蘭重建香港 想了很多 或者將大批數以十萬計的香港人搬去英國 但是由於北京的施壓 所以不斷讓步 去到彭定康的95年類似直選的立法會改革 就是碰了大板 鍾Sir你應該很深刻 因為那時候你應該已經出來做教書了 是不是? 我89年六四事件之後的年底就開始教書 我之前做社工 所以對於這件事 因為事實上我入大學那一年 正正在香港前途問題提出了 80年 所以現在一直都很留意 所以對於剛才說的那段歷史 你說到台灣這些書 就可以喚起了很多記憶 我想正如你所說 彭定康這本書也是一樣的 當然建基於《日記》 《日記》有時候有些都是個人觀點 我們未必一定要信到足 但是當我們將《日記》所說的話 和當時有些事實做過對照和作證的話 甚至你如果有時間可以將這本書 和這本書對照來看的話 你會發覺很多歷史的細節 就可以在這本書裡面重新匹立 這是多有趣 最有趣的這一點 我們讀歷史最有趣的就是 可以找到一些我們忽略的細節 而這些細節可能對往後的歷史發展 產生很重要的影響 這是很有趣的 第二 我覺得這本書的價值 除了提供一些史料上的補充之外 如果你純粹看一本書 看他的特別是彭定康的討論 你覺得真的很過癮 因為他本身有陰感 用字相當精準 也相當於絕核 第三 有時世界上真的有絕對的敵人 他在這本書裡從頭到尾 對於外交部那幫中國通 可以說一如既往他們不留情面 這點是多有趣 我相信大家有記憶 都記得 在那段時間 譬如奧利達 賀維 他們那種對中方那種讓步 一而再再而三讓步 其實當時很多香港人都感到 有沒有搞錯這樣也可以 你看看那本書 又發覺事後彭定康和他們對咀 和他們撐過的那些 其實正正是反映著兩種不同的觀念 鬥爭 你看看今天 英國現在又進行這個武修黨黨徽的辯論 有新的首相 其實情況等於當年戴卓宇下台 那時候發財也不一樣 歷史就是經歷了一個循環 但是人家在英國這邊的發展就應該很清楚 但是中國就判為武餘 好像戴卓宇所講所想 因為發財所以立品 所以變成一個較為文明的社會 所以彭定康在這本書最尾有一個範疇 就特意講到中方北京如何破壞香港 那裡也有二十多頁 這就是盡情他自己發揮他的評論 我覺得這個最尾的範疇也很值得看 是 這本書真的很可惜 在香港我相信沒有人會將它翻譯出版 其實我自己覺得台灣有出版社是有意這麼做的 但是又不是容易的事 因為台灣的人才 他們對廣東話的拼音 因為書裡面大量廣東話的拼音 或者人物人名這些都是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志之士能夠購買到它的版權 或者將它出版 都是不失為對後世史學研究 或者對香港人的前途 命運的一種思考 是一個很重要的書 今天我們差不多講了半小時了 鍾Sir 不過我提一點 其實 Dimberby那本本代港督 都會有中譯本 是 中譯本是台灣出的 所以我又不是太擔心 是 這本書一定會引起控洞 我覺得台灣有人 會想買這個版權 在那邊翻譯 也一定有一定的人才做到 我相信就是 早晚的事 我又不是太擔心 但願如此 我們可以有機會下一次再導讀相關的內容 希望大家引起大家的興趣 大家可以去買一本書 好 多謝鍾Sir 希望大家訂閱、Like、Subscribe、Share 香港無格仔和趙氏讀書生活 多謝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